大杯水救了一只眼睛 海军工程署新署长的太太 尼寒英居士信佛多年 对佛教事业一向很热心 前年张青阳居士介绍来凤山皈依 他的女婿于东娇居士 左眼红肿大如芒果 在眼皮上全成为农炮 据她告诉我 在眼皮未发生前一天 她的鼻子先痛了一天 后来眼球好像要炸开一样 经过许许多多的眼科医生真挚 打针吃药毫无效果 高雄最有名的眼科专家来检查 他们都认为左眼已经非人力可以挽救了 她在万分悲痛中想到菩萨 于是到连社求取了大杯水 当时主云法师不在 事后翻译正军告诉法师说 已替他倒去了一小杯大杯水 果然菩萨广大灵感 在当天下午喝了大杯水 第二天早晨 再经眼科医生检查 说起来奇怪 居然又创造了奇迹 医生在当时认为大有转机可以痊愈的 新太太的女儿和女婿本来都是信基督的 受了此一恩德 一改往日信仰而皈依了三宝 并发心做个忠实信徒 而她的眼疾已在数日后恢复健康了 此故事记录在主云法师所著的 《病患者的指南》一书中 感谢大家观听 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